在家里多供养佛经,有利开智慧。 作者,福安古观音格。 要想开智慧,首先要恭敬。 佛经不同于世俗的书,世俗人看他的思维写出来的东西,带助强烈分别念。 这个念头就是不清净。 而佛法,则是佛清净自信的流露,好比朗月照天空,你的心清净了,自然能倒影月亮。 那清净心,先要学恭敬。 如果家里有佛堂,除了摆放佛像以外,最好能摆放经书。 法华经,浦门品,地藏经,阿弥陀经,等各种经书都可以。 经书是法宝,和佛一起供养。 那当下就可以供养佛宝,和法宝。 这样比较好。 因为有法宝存在,你拜佛才有智慧,才不会等同世俗的拜神。 如果家里人不识字,也莫有关系,也要在佛前供养经书。 这个经书会慢慢加持,这辈子不识字下辈子就认识了。 以前有一头牛,他跑到寺院,寺院刚好在晒经,他就闻了闻法华经。 下辈子就做人,做人后会念法华经。 你看,连处声闻一闻都有这个功德,何况我们人能献到。 如果没有福报,不要说你能念经,比如法华经,甚至连献都莫有献过,甚至连这个法华经三个字,你都听不到。 更何况说,你想用鼻子能闻到,所以不能小看它。 那家里有佛经的,要好好供养起来。 你看金刚经说,有金刚经的地方,就是塔,一切龙天都应该做理环绕,用花香来洒来供养。 还有个人,对驻天空写金刚经,天神就在天空护持,所以佛经不可思议。 这个功德,大家不能小看。 在家里可以多多供养,慢慢的,家里的气场,会因为供养佛经,就能转化。 这就是潜移默化的转化方式。 不可小看。 以前的大丛林,都已能供养到大藏经为荣耀。 古代印刷术不发达,而浩瀚的大藏经,一般都是皇帝亲自赐给寺院的。 所以不容易得,弥族珍贵。 人们才会用笔抄写,乃至用写来抄写,表示对佛经的恭敬。 甚至请人,刻在石头上,来瞻仰。 佛法末有了法宝,那就没有了解脱的行灯一样了。 明天下,来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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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天下。 与众之间的不知道我们之后,在石头上上,来说明天下。 已经有了解脱的行灯。 共用转器里,尽管于他,来说明天下,来说明天下,来说明天下。 世界春午前,我们开始要描述它。 未来,大家现在的确须解交济。 不可天下,来说明天下。 感谢观看